马里亚纳海沟到底生存着什么物种 马里亚纳海沟全长2550千米 最深处可达11公里 这里装下竹目老马风势绰绰有鱼 另外1100个大气压墙的巨大水鸭 更能把汽车轻松压碎 其实早期科学家认为 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生物存在 一直到他们在4000米处 发现了这种可爱的章鱼 它大大的耳朵像小飞象一样 所以得名小飞象章鱼 当它受到打扰时 会展露自己所有的发光器官 试图吓走不速之客 而往下8000米的海床上 则生活着一种狮子鱼 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 深海生物那样丑陋不堪 而是通生雪白 身体呈半透明状 像一个优雅的绅士 静静潜伏在那里 而在2011年时 美国一艘探测器 则在1万米的地方 发现了巨型阿米巴虫 它不仅在冰冷高压的海底 生活的悠然自得 而且令人恐怖的是 它喜欢吸食有毒的重金属 却也不会对自身造成任何伤害 目前为止人类在海沟深处 总共待了不过十余小时 所有我们对马里亚那海沟的了解 都还处于皮毛 至于里面到底 还有哪些奇怪的物种 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关注我 下期讲 如果人类生活在地下会怎么样